大家好 歡迎收看4月28日 星期四黃昏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一起大範圍看看衛星雲圖 現在在南海中部有些厚實的雲團 為該區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不過看回香港我們周圍 南海北部以至廣東元朗地區 其實都是普遍雲量不算多 因為我們受高空的反氣旋支配 亦都看回在太平山 望出去維港向東面 今早早沿岸有些薄霧 不過其實日間一直的雲量都慢慢減少 只見到有些低雲在海上 從南向北飄過來 今日整日都是陽光充沛的天氣 亦都地面吹著比較小的冬至東南風 陽光充沛亦都加上風比較小 所以今日的溫度下午都大部分地區 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 其實在4月份來說都算是比較高的溫度 以我們有記錄以來 其實在4月份在1956年 六島的溫度最高是去到33.4度 其實明天都是一個比較熱的天氣 看看有沒有機會 明天的高溫都會接近這個歷史的紀錄 仔細看看今晚和明天的天氣情況 我們預計會是大至天晴 而明天早上元朗也有機會有些薄霧 最低氣溫會下降至27度 而明天日間天氣是酷熱 市區最高的氣溫有機會上升至33度 而新界還有機會高一兩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除了熱之外亦都非常曬 我們預計明天最高自外線指數 有機會去到10度 一個甚高的水平 所以明天星期五 大家戶外工作活動時都要萬分留意 要防暑亦都要防曬 我們這個週末 其實都是一個週末長假 五一勞動節的假期 天氣會有明顯的變化 大家要小心 一齊看看香港在這個位置 我們藍色、綠色這些是多雲降雨的區域 其實星期六周末都算是天氣不錯 不過去到星期日明顯變化 我們元朗地區廣泛在南北部 以至廣東元朗都有機會有些趙雨發展 所以我們只望星期六都會大致天晴 天氣炎熱的天氣 不過留意了 由星期六轉到星期日 星期一下週初天氣明顯變化了 看到有些下雨的黑色雲的公仔 預計下週初會有趙雨 雨勢有時比較頻密 風勢也比較大 氣溫也會較低 大家要密切留意 星期六 以至到星期日 明顯的天氣變化了 這個週末、長假期安排活動的時候 都要做足準備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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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yStation 再見 咧